到了十二點 我從那衣櫃那邊出來一個聲音是 我會覺得很奇怪 是怎麼會有從那邊 那個聲音越來越近 我說不要 最後跑過我的樓這邊 行かないで 他就叫你不要走 我只想住了 那我在大廈找到那個房子 是其實離我愛家再偏僻一點點 就是在公園的後面 很奇怪是那個公寓呢 非常非常的精緻也非常的好看 就是價錢看起來的話是非常貴的 可是每天好像去了大阪那邊的時候 那個價錢是非常便宜 所以我就在那邊租了 租了兩年 在那一年當中租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感覺到有任何的問題 可是每到十二點的時候 我的樓上就會有 小孩子跑來跑去 還有彈珠滑過去的聲音 我覺得很奇怪 到底有沒有住 我一會兒我就跑出去去看一下說 欸 其實沒有人住 為什麼老師聽到彈珠的聲音 就真的很妙 那於是 我每次找我朋友來我們家裡玩的時候 每次玩一玩的時候 我就說那你們可以住在這邊 他們都奇怪喔 沒有一個人想要在我家 就是住宿過這樣子 他們每到到那個一個 我有一個電腦的房間 一進去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說 那邊都有因收收的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的冷 我就說不會吧 怎麼可能 我就裝成那種傻大哥 所以我完全就是覺得少跟進 就覺得沒什麼事情 可是每當我在那一年當中 我看電視或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剛好 我這邊就是一個電視 這邊就是一個鏡子 每人在看的時候很奇怪 我鏡子那個後面有個東西去 就是有東西這樣飄過去 可是我覺得那應該是我的錯覺 或是我自己覺得說 自己胡思亂想 也沒什麼 等到到第二年的時候 我說我的同學 又來我們家玩的時候 他們每次都到了差不多 七八點還八九點的時候 他們就走了 就說我要回家了 我說為什麼你每次 就是到我家玩的時候 就不能 都要到這個時刻走 他說 Risa 我跟你講 你都沒有感覺到任何東西嗎 我說沒有啊 有一次我在你家玩的時候 我就躺在你床上 我以為你是坐在旁邊 他忽然感覺到說 這邊有個東西沉下去了 所以他眼睛一開 他眼睛一看到 就看到一個小孩子出來 而我卻在那邊看電視 他卻沒有跟我說 等到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開始要快搬出去的時候 我的床在這邊 我的衣櫃在這裡 我完全 我完全就是不知道有 我忽然就那天 就是完全睡不著覺 到了十二點 我從那衣櫃那邊 出來一個聲音是 我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怎麼會有什麼東西 那個聲音越來越近 我不要 最後跑過我的樓這邊 他就叫你不要走 我說什麼東西 他抓到我的本身說 我就睜腾一下 是這樣 Get out of here 他就 走開 走開 他講英文 他講英文 聽到台語去了 拜託你比較緊張 我說走開 不要這樣子 反正在那個當中的時候 然後剛好 剛好就我 我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那個時候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我就心裡 我沒有回過來 恐怖恐怖 我沒有回過來 可是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到了那幾天 我趕快 我趕快就說 房東我沒有辦法再住 因為我還有一個禮拜 我就要搬走 我說我沒有辦法住 因為我回頭 我突然感到有東西 蛤 你 你怎麼有什麼 他還問我說有什麼東西 我說我覺得怪怪的 我聽到一個媽媽帶著小孩子 小孩子那個聲音 從我的主位過來 後來跟我講說 我說你就跟我說實話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其實不好意思 在你的樓上 有一個媽媽帶著小孩子 自殺死掉了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呢 而且最妙的是 我的朋友都已經看到這件事情 他都沒有跟我說 等到我要搬走的時候 他還要告訴我 遇上你家裡其實有東西 我們都不敢跟你講 我說到底是怎樣 後來那一天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是什麼 我每次一回家的時候 我都講 塔塔姨媽 塔塔姨媽中文是 我回來了 我就想要介紹日本人 那種文化 所以我每次一開門 塔塔姨媽 我抱歉你 他其實把我當成他的Family 可是我那時候搬走的時候 他告訴我 我只知道那一聲音很嚇人的就是 我連開門我裡面的東西 我全部都沒有拿 直接逃走啊 你現在嘴還是白 因為 因為我的雞皮疙瘩 因為我完全沒辦法忘記 那個聲音是從衣櫃裡面出來的 它叫 直接抓著我的脖子 告訴我說 不要走 這樣子的東西 而且它直接是 那個聲音是 這種聲音在你的 你想像當中 在你一個人住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連POST的放在牆壁上面 都感覺好多有人在看我 你知道嗎 所以說 對 講得好棒喔 對 講得好棒 你可以回收回來了 好久沒有聽到人家講鬼故事 這麼好聽耶 真的 沒有 真的 那你要不要現在去再遇一些鬼故事 來講到我們 不要